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上集我們說到 憤怒的大流氏 受到天貓晶鏈的鼓劃 每天吃飯前提醒他一次 要不要忘記雅典人的燒城之仇 當時雅典人燒毀了波斯的薩蒂斯城 總之每天吃飯前 都有伯仁來提醒他 主公 無望雅典 總之波斯人對於希臘城邦簡直恨之入骨 除了放火之仇之外 他們覺得希臘這種聲音民主 什麼?還不吃什麼味道 吃麵都要投票? 神經病 不行 這種制度我們一定要消滅它 我其他味道都不會吃 我只是吃紅燒牛肉麵 你們不可以說吃其他味道 於是在於平定了愛奧尼亞叛變之後 很快希臘半島上的各個城邦 亦都迎來了波斯的使者 波斯使者說 只要你給水和土 代表向波斯王臣服 你就可以繼續做你的王 很多希臘城邦很怕波斯的惡勢力 怕曼克家被淋紅油 所以都表示願意臣服 後來波斯使者又來到瓦典和斯巴達 叫他們交出土和水 瓦典人比較文明 審判完使者之後 就斬了它 也挺文明的 而斯巴達更加有創意 斯巴達王說 聽說瓦典的死瓦兵都拒絕了你們 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輸給那些瓦兵 要土和水嗎 井裡有很多 你自己去拿吧 真飛都在等你 說完之後 就把波斯使者丟進井裡 大樓士再度被希臘羞辱 所以很生氣 在公元前490年 大樓士的女婿率領著600多艘戰艦 號稱有十萬大軍橫渡愛琴海 兵分兩路 一路朝著埃雷特里亞駛去 埃雷特里亞是之前和雅典一起幫助 愛奧尼亞起義的成幫 今次糟糕 這次也是被大樓士打的重點之一 另一路大軍的目標就是雅典 在雅典東北方40多公里登陸 這個地方叫做馬拉松平原 這個消息馬上傳遍了整個雅典大街小巷 雅典人立刻召開公民大會討論 為了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吃麵的味道 我們戰鬥 雅典的街頭很多人 在廣場貼了公民兵名單 男人開始找自己的名字 自己被徵召了做兵 每個人都開心得不得了 而沒有被徵召的就被淘汰了 為何不叫我去打 但當然雅典不像斯巴達般喜歡打架 雅典愛好的是自由 他們覺得為了自由挺身而出 是十分光榮的一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波斯人沒辦法理解的 因為波斯人其實從來都是一隻土狗 根本沒有擁有過真正的自由 所以也不明白自由的可貴 嘖 簡直吃麵味而已 有甚麼那麼厲害 我每天都吃紅燒牛肉麵 你吹嗎 波斯人就被大樓市的皮鞭趕上戰場 然後再賞賜一些殘羹剩飯給他們 那群土狗就覺得心滿意足 覺得自己的國家非常之強大 親愛的大樓市 I love you 即便他們擁有更多財富 其實實質上仍然是波斯的奴隸 就算奴隸發達其實也是奴隸主 另一邊商 在雅典那邊 有些被徵召的公民之所以可以被選上 是因為他們有錢可以去買盾牌、盾甲、長矛 因為雅典的軍隊是由公民兵方鎮所組成的 步兵的話一定要有精良統一的裝備 才可以發揮最大的效力 所以第一就是要裝備精良 第二就是你要買得起 而最重要的就是 從內心都覺得 你要為了自由的意志而戰 你的心裡面一定要為了 可以選擇什麼味道的食麵而戰 沒錢充值那些?死開吧 最後他們上下一心 終於擠了一萬士兵出來 由前波斯庫翁城幫主 小米泰雅德自揮 準備迎戰波斯大軍 小米泰雅德因為上集 愛奧尼亞喜爾失敗之後 被波斯人報復 所以他走路回到雅典 這個人他的軍事才能相當出眾 而且又熟悉波斯人套路 所以派他迎戰 真是再適合不過 而雅典人心裡有數 只是靠他們的機佬 沒辦法戰勝這麼龐大的波斯軍 因為這時候波斯已經招行大部分的希臘城幫 但他們的死對頭斯巴達並沒有屈服在波斯的任威之下 所以抱著一絲絲的希望 雅典決定向昔日的宿敵求救 派了一個叫菲迪皮德斯的長跑健將 跑去斯巴達求救 菲仔不負眾望 短短一日時間狂奔了兩百多公里去到斯巴達 他上戲不接下戲地跟斯巴達說 雅典人在這裏求你們 你不要仇手旁觀 千萬不能為了一口氣 去看著希臘最古老的城邦 落入外人的手裡 順亡此寒 於是斯巴達那些大隻仔就說 好 我們去幫你 你們等著 我們馬上到 太好了 你們何時會到 我們十日後馬上出發 我頂你的祭嗎 雖然斯巴達被雅典拉下水 因為他由始至終沒有去搞波斯 但基於共同存亡的利益 斯巴達人亦願意放下以前的仇恨 答應出兵支援雅典 但他們沒有空 因為他們在搞祭典 所以要十日後才可以出發 什麼 十日後再出兵? 雅典的基佬都死了 飛仔不斷勸他快點出兵 斯巴達人死都不肯 堅持一定要十日後才出兵 飛仔沒辦法 只可以原地跑回馬拉松匯報消息 在馬拉松平原 有一支援軍突然出現 原來是昔日的盟友普拉提亞成邦 話說幾年前雅典曾經幫過他們 就是抵禦那些嘻嘻大軍 抵比斯聖軍的攻擊 所以今次投桃報理 談全國之兵 派了一千人來助陣 哈哈哈哈 全國之兵人只有一千人 雖然人數不多 但有心就可以了 好過沒有 波斯和雅典雙方都搞定安頓好大軍之後 大家相隔一千五百米 就這樣對峙了幾天 波斯這個時候 就將一隊騎兵裝船運走 打算做一個釣斧離山之計 打算去偷襲雅典 而雅典就將軍團的部屬 盤踞在山頂上 要等到斯巴達的援軍來到 才夠膽發動攻擊 因為在山頂上觀察 波斯人就像螞蟻般多 如果論兵力的話 雅典絕對處於劣勢 而這個時候也傳來一個壞消息 就是埃雷特利亞已經被波斯大軍搞定了 亦表示 在攻打埃雷特利亞的波斯大軍 將會很空閒 可以騰出雙手 馬上去馬拉松平原去打雅典軍 所以雅典軍也沒辦法再等下去 將軍小米泰雅德一聲令下 全軍發動總攻擊 雅典軍開始一步一步進軍波斯 我們看看兵力 雅典聯軍大概1萬人左右 而波斯軍大概有2萬5千人 雅典軍第一件事要面對的是 波斯的弓箭手 他們的有效射程是200米 所以雅典軍如何突破200米的死亡火網 其實是個關鍵 而平時喜歡運動跑步的愛好 亦都為雅典帶來了回報 雅典軍一路衝刺一路舉起圓盾抵擋火箭 用小步快跑的方式 前進去到相距100米的距離 而最後這100米其實是個關鍵 因為雅典士兵不單帶著30多公斤的裝備全力衝刺 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他的隊形不亂 波斯的戰語對於這些重裝甲的步兵來說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一個跑步的隊形也不亂 而且個個都耐力驚人的體質 是希臘人天生喜歡運動的結果 你想想如果是現在的肥宅 可能兩三下手勢已經死於亂戰之下 而援軍斯巴達人 就比雅典人更大隻 個個都是健身教練 說這群那麼懂運動的人 是死難一形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麼大隻 好,看看雅典軍 相距20米的雅典軍團 整隊人馬排好了方式 緊密的戰鬥隊形 再加上4-6米的長矛 形成了一個很厲害的矛尖牆 如果在波斯的士兵方向看 就會看到密密麻麻的尖牙籤對著自己 你也別說不嚇到賴屎 很快雙方的部隊開始短兵雙接 戰鬥十分激烈 在戰鬥中 波斯人很快就發現 其實雅典人中間的軍團很差 是一個薄弱點 所以不斷揮著他的中心點去打 主要是因為將軍小米太雅德 他判斷雅典的兵力實在太少 為了保持陣型的闊度 只可以犧牲中路的厚度 他將較大的兵力部署在兩翼 防止波斯軍包圍 然後再由兩翼發動總攻 中路軍就是負責防守 這種陣型會令波斯軍 不斷往中間靠攏 最終會形成一個V型震勢 波斯軍中間的士兵無法攻擊 所以只動在此無所事事 但在這個陣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如果中路軍被突破了 反而會令波斯軍切斷雅典軍的兩翼 所以雅典軍的中路軍 一定要是最堅強 等級最高的希臘魯兵才行 他們可以殊死抵抗這些波斯軍的衝擊 而兩翼負責全力衝刺和攻擊 不斷擠壓波斯軍 擊碎波斯人的戰鬥意志 慢慢波斯軍陷入了雅典的方陣 波斯軍要面對三方面的攻擊 最外圍的士兵被一排排長矛刺死了 而裏面的士兵亦被逼得無法動 所以很快波斯軍的陣型就開始亂了 波斯軍你推我推地走回船 最後雅典人竟然以死亡了194人的代價 殺死波斯軍6000個士兵 雅典亦死了一個將軍 因為當時將軍要衝鋒 這場戰鬥結束後 小米泰雅德擔心另一支波斯軍會率先抵達雅典 所以雅典城中的腦弱病殘婦孺 可能會因爲雅典人已死亡而自殺 於是又怕飛仔跑步回雅典傳達勝利消息 飛仔一口氣跑了42.2公里 回到雅典後扭下了他人生最後一句說話 我們贏了 然後斷氣而死 後人為了他和這場為了自由而血肉粉戰的人 就開始舉辦馬拉松比賽 而另一方面雅典軍亦快速回防雅典 留下少部份人埋葬屍體 亦包含波斯人的屍體 是如此文明的 尊重對手也是基本的道德 攻擊雅典人的波斯軍 看到雅典人迅速回防 亦只能死死地氣地撤軍 就在這個時刻 斯巴達人終於過完他們的十日慶典 匆匆地來到馬拉松 他們看到整地都是波斯軍的屍體 亦舉起了他們的子宮 讚嘆那些曾經 跟他們很鄙視的死哪形和死對頭 即是雅典軍 想不到這群死哪形 那麼勇敢 哎呀真是太遺憾了 我們竟然錯過了這場戰鬥 我們竟然沒有為自由奉獻我們的一分力 我真的接受不到 哎呀我真的很生氣 嘩!斯巴達之路去哪裡發洩呢? 好想打架啊!好想打架啊! 不用騰No Problem 在十幾年之後 還有一場更加慘烈的戰鬥等著你們 斯巴達國王和他的三百名壯士 永遠寫入史書 之後再說 這次戰敗對於波斯王國來說 是些細小事 他正準備籌備另一次更大規模的遠征 但接下來幾年 埃及人知道大樓士戰敗的消息 所以趁亂起兵 哎呀! 那傢伙很像的 不如我們獨立吧 大樓士還未決定究竟要派誰去打 這樣便死了 屈屈而終 沒辦法在外琴海看日落 取而代之的是他兒子 他兒子薛西斯為了繼承他父親在外琴海看日落的 這麼浪漫的夢想 他迅速地平定了埃及的伴亂 再度將目光射向歐洲 薛西斯動員了百萬人 準備去征服歐洲 薛西斯發誓 他要替他父親報仇 而這一禍將會是雅典和斯巴達攜手合作 再度為自由而戰 下集我們就說一下 溫泉彈戰役突弱 斯巴達三百壯士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我是陳老師 坑里洛達說說氣男 我們下集再見